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光神祭颂 第八章 夜夜晨中无量身 佛心种种庄严差 一念陌生普令见 或无碍会庄严之 这一首诵是讲的沉沉多声 闻闻画意 宽呼余上出宝莲花 这个四句是清梁大师为我们解释的 沉沉多声 经上讲 夜夜晨中无量身 这个是信得了圆满的现象 回过头来看我们 我们这些 这种能力 完全 完全 射掉了 这个射掉 不是真的射掉 是迷失了 迷失了 实在讲呢 当于真正射掉了 为什么呢 完全不起作用了 我们 我们在经上 看到祝福菩萨 一定要知道 这个都是我们的本能 我们自信本来决策略的 现在都不能现前 佛信种种庄严差 第一句是现身 第二句是现土 身土不二啊 庄严差了 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我们在这部经里面看到的 是 皮诺哲纳佛的一阵庄严 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 我们断了 感到不可思议 非常的 羡慕 嚮往 不知道 这些 四里 是我们自信里头 本来 知识的 一念 陌生 普令见 这是 举一个意思 在这一段里面 这个 陌生 是实现的 就是 大臣经里头 常讲的 随众身心 印 素质量 随心 应量 为什么 为什么 夜夜沉重 能先无量身 确确确实实是 是无量无边 这个事情 一点都不假 为什么 是信得 本质的 功能 这个功能 不是从外头 得来的 自信 本质的 自信 自信里头 没有 像 正因为 他无 像 所以 能 信 一切 像 能随众身 心 念 现 像 我们 知道 社风发戒 前面 这个比喻里头 所讲的 十个 世界 唯一陈塑 故土 一夜 过土 那个过土 是佛差了 又有世界 微成熟 众生 自信 能随 一切 众生 心念 自自然 然 其 生 其 变化 现身 现身 这叫身 这个现象 生起来 现象 消失 就叫末 为什么不叫 身末 这个文字上 用 陌生 这就说明 前年 灭了 后年 又生 永远是 相续不断 这是 四十真相 我们凡夫 没有智慧 见不到 什么人 见到呢 或无 爱 会 庄严 这 他能 见到 无 爱 会 是 法身 菩萨了 他们 已经 其如 离 似 无 爱 似 似 无 爱 这一首 既是 讲的 四四 无 爱 法身 菩萨 他能 见得到 我们 凡夫 见不到 从 从这个地方看 才真正 体会到 我们 我们 迷失 自信 只可耻 啊 然后 也能够体会到 祝福 祝福 如来的 大慈 大悲 啊 他出现在这个世界 为的是什么 没有别的 帮助我们 恢复自信而已 我们 我们对于 四十真相 又无所知 所以 对这些好心人 我们冷漠了 说实在的话 我们对不起他们 他们是无条件的 来帮助我 我对他 反而冷漠 没有在意 再看下面一首 三十 所有一切皆 一刹那种 稀能性 至身如幻 无体相 证明 伐信 无碍者 这个是 信 这个 信自在 无首送礼 最后的一首 面积 愿容 清亮大师 告诉我们 这是 朕的身 这个意思 是告诉我们 修行 修行 要勇猛 精进 要求 深圳 要求 赤发 地缘 换一句话说 学佛的目标 一定要定在 就近 圆满 的 佛骨 不能在 中途 就休息了 得少为足 那是错误 面接 愿容 给主 说 时间的障碍 突破了 我们今天 有这个障碍 在时间上来说呢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一念 一刹那 就是一念 这是时间之短 一切 这个时间长啊 一切 三世 一切 跟一刹那 不二 换一句话说 在一念之中 能见过去 无量界 也能见 未来 无量界 时间 跟空间 为次 全部都 突破了 这个境界 叫 一真 发解 这个是 四十 真相 给主说 这是 救人的 四十 真相 我们讲 舍法界 讲 无量 无边 发界 这是 将 迷失 自信 人的 真相 这两个 真相 到底是 哪个是 真 哪个是 忘 两个都是 真相 如何从 一真 发界 其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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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法界 其如 一真 发界 如何从 一真 发界 如 舍法界 那是 诸佛菩萨 到舍法界 里面来 映画 就是 就是前面 讲的 夜夜 沉重 无量 身 现身 现差 了 仆度 众身 这是 佛 如 众身 发界 众身 入佛 发界 那就是 成佛了 众身 成佛了 突破 时空的 为次 正 正得了 念 解 圆容 致身 如幻 无体 像 不 众身 如幻 众身 进戒 也如幻 经感经常 告诉我们 一切 又违法了 如梦 幻 幻 泡 眼 哪些 是有 违法 凡是 有 生 灭 现象的 都叫做 有 违法 凡是 没有生 灭 现象的 称作 无 违法 这个 这一桩 是 很难 懂啊 过去 我们讲经 常常用 背法 来说 大家好 懂吗 背法 里面 就分作 有 违 跟 无 违 这两 分 背法 是 天秦 菩萨 将 弥勒 菩萨 大距 余切 斯蒂 论 其中 所说的 六百六十法 六百六十法 是归类了 把 世出世间 一切法 分类 天秦 天秦 菩萨 觉得 六百六十法 还是太多了 不便于 出世 所以 把它 再 归纳 归纳为 一百六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一百六 一展开 就是 一切法 这一表法里面 又分为 五类 五大类 心法 是一类 心 所有法 是一类 不相应 行法 第三类 色法 第四类 这个四类 都叫 有为法 跟有为法 相对的是 五为法 那又是一类 总共 五类 有为四类 五为一类 叫五法 大分 心法 八个 这八十 言而 彼时 深意 这个六十 六十之外 还有 莫娜 阿雷 小臣 只讲到 六十 佛 不说 莫娜 阿雷 这八个心 也称作 八心王 它起作用呢 又分为 五十一类 五十一种作用 这叫 心 死 活 每一个 新王 他的作用啊 广辖 不相同 第六一时 第六一时 作用最大 五十一星所 全了 最少的呢 阿雷 阿雷 也单纯的 他的作用啊 只有五个 五 变形 还 有二十四个 不相应 不相应是 他与心法 他不是心法 他也不是心错法 他也不是色法 但是 他是从心 心所色法里面 产生出来的抽象概念 事实上 决定没有 比如 时间 空间 时间 空间 是抽象概念 确确确实实没有啊 空间 是个空位抽象概念 我们好懂 譬如讲 四方四围上下 到底 哪个地方是东方 哪个地方是南方 一定啊 要有个坐标啊 也就是 要有个中啊 可是这个坐标 不一定 如果说 以澳洲为中心 北方啊 是太平洋啊 东南方 是新西兰啊 南方呢 是南极啊 如果以南极为中心呢 这个澳洲 在北方 都变了 所以 方位 没有一定啊 你讲东南西兰 到底是 以什么为中心 这是一个抽象概念 这是一个抽象概念 如果是 如果是以南京为中心 北京 北京在北面 上海在东面 武汉在西面 啊 香港在南面 如果以香港为中心 上海在北面 不是在东面 啊 南京正好 是在 也是在北面 到底 哪个地方是东 哪个地方是南 啊 哪个地方是西班 没有一定啊 所以 抽象的概念啊 时间是抽象概念 现在人比从前容易了解了 为什么 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 知道有时差了 在从前 交通不发达的时候 没有时差这个名词啊 为什么 你比如坐船 从中国坐船到美国 要顺风 大概要一个多月 如果遇不到顺风呢 可能要三个多月 有没有时差 没有时差 为什么呢 每一天呢 走的路程不雪 感觉不到时差 感觉不到时差 现在 交通工具发达了 速度快了 于是 发现 很明显的发现 时差 中国是白天 美国是晚上 北京跟纽约 恰恰好 相差 12个小时 这时差太明显了 所以时间 不是真的 是假的 是个时候抽象概念 得识 也不是真的 24个不相应的 头一个就是得 你得到什么东西 谁得到了 所以 不相应心法 就抽象概念 它不是心法 不是心所法 也不是色法 但是 它跟心心所色法的时候 它有关系 如果 没有心心所色法呢 这个抽象概念 就生不起来 生起来 不是他们三个 所以 不能不别利一法 称之为 不相应一法 这三 三类 心法 这个 心所法 心不相应心法 都是属于心法 我们讲色根心 色法呢 就是物质 心法 不是物质 色心 对立了 色是物质 物质 也不是真的 我们身 是物质 色法 我们生活的环境 你六根 所接触到的 眼所见的 耳所听的 鼻所绣的 血所长的 身所粗的 都是属于心法 都是属于色法了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为什么 色法 刹那生命 色法从哪里来的 心法 变现出来的 心 刹那生命 心有相分 佛讲啊 心法有四分 剑分 相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这个 法相为实里头 说的详细 所以 心 色 都不是人的 凡夫 迷失了自信 以为是真的 设计上 它不是真的 刹那生命了 佛在比喻上 讲啊 如露 亦如电 映作 如是管 这是 祝福菩萨了 祝福菩萨 他们 看到的 四十 真相 所有一切 境界下 大 到虚空 发界 小 到毛孔 微臣 无疑 不失 刹那生命 佛在 《论言经》上 讲得好啊 当初出生 随处灭 所以 生灭 这个现象 存不存在呢 给主说 不存在 为什么 说生 这个生已经灭了 他的速度 太快了 佛在 《仁王经》上 给我们讲的 这个例子 一坛值 六十长 一坛值的时间 六十分之一 叫做 一场 我们谈 谈得很快 一秒钟啊 大概可以 能够谈 四四 一坛值的 六十分之一 叫一场 一秒钟 我们可以谈 四四 四四 就一百六了 一秒钟的 一百六十分之一 叫一场 佛说 一场 当中啊 已经九百次生命了 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个情形 怎么能看得出 这一切现象啊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 佛给我们说出 正话 四十 真相 如实啊 我们 我们学大臣 学了这么久了 知道佛说法的原则 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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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年 所说一切法 都是方便法 真实法呢 不可说 不可说 真实 比这个 还要快啊 人亡经上 这个算法 一秒钟 这个生命的 并不很多 两个十万八千次 也就是 二十一万六千个生命 一秒钟啊 方便说 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所以说是 财生就灭 所以佛给我们说 一切法 不生不灭 这什么意思呢 生灭同时 没有办法 辨别 我们今天 所看到的现象 这是英国的 相续相 一定要晓得 刹那刹那 那个相 不一样 不相同啊 不是一个相啊 你要以为是一个相呢 你看错了 你迷了 这个事实 我们用电影的摄像机 来照相 能够 觉察到 电影的摄像机 一秒钟 二十四张 我们照一个 即使照一个植物 不要照动物 照个植物 我们照一秒钟 二十四张照片 每一张不一样 第一张 绝对不是第二张 第二张 决定不是第三张 为什么呢 你照第二张 第一张灭了 你照到第三张 第二张灭了 第二张 第二张 灭了 第三张 生了 第三张灭了 第四张 生了 这个很容易 就察得出来啊 我们照人 一复如是啊 第一张 这个人像 灭了 第二张 人像 生了 第二张 人像 灭了 第三张 人像 生了 一秒钟 二十四次的 陌生 我们已经 被了个 电影 荧幕画面上 欺骗了 不知道 它是假的 以为它是真的 那么你再想想 人王经上 告诉我们 一秒钟 有二十一万六千次的生命 你怎么能辨别得出来 这个 这个还是如来方便说 给我们说出 生命同时 不生 不灭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 你才真正能够救出 神 土 都是梦幻泡眼 我们才真正能够懂得 佛所讲的 凡所有向 皆是希望 我们 我们真正明白了 确实是希望 一点都不讲 真的了解了 你对于 你对于 世出世间 一切法 对于自己的身 自己的念头 你就能放下了 不再执着了 不再执着了 身心 世界 一切 放下 妄想 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了 你的自信 这个时候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 明心见心 教下里面所说的 大开元节 你觉悟了 你是真的觉悟了 为什么呢 四十真相 明白了 凡是放不下的 对于这个四十真相 没搞清楚 没有明了 他还有执着 还有分别 还有往下 所以那个想 加个忘 非常有道理 告诉你 你想的不是真的 是虚妄的 妄想没有了 分别执着 也没有了 所以妄想是 根本 无明 妄想叫做 根本 烦恼 真正 觉悟的人 彻底 觉悟的人 知道 身 土 说了一个身 说了一个土 就包括 宇宙之间 万似万物 是幻想 是梦幻 泡淫 不是真实的 正明发心 无碍者 你在此地 也确确实实 正德 离无碍 四无碍 离能信 之信 他随缘现象 四呢 是他所信的境界象 无碍 为什么呢 那就是信嘛 信体无碍 信所现的象 哪里有障碍 彼此无碍 能信 不碍所信 所信 不碍能信 四四无碍 能信跟能信当中 也没有障碍 这十四是真相 谁能震灯 我们就称他为 法神菩萨 震得这个境界的人 我们称法神菩萨 华言经 语言较粗度 以上 这都是法神菩萨 我们今天迷了 迷得太深了 长节 在六道里面 受苦 受难 错了 祝福 如来 他们 圆满的 恢复了 自信 这才回过头来 帮助我们 这些 依旧在 迷失自信的 这些众生 如果我们 能够信得过 相信他们 对我们的帮助 是有利益的 是好的 我们应当 依旧奉献 也希望 早一天 明心见心 早一天 恢复 正常 佛菩萨的生活 是个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是不正常的生活 佛菩萨的受用 你看经上讲 正受我 他们 正的 无量 三位 三位是什么意思 正受 正常的享受 我们今天 很可怜 我们的受 是堕落 在不正常 不正常的享受 佛经里面 讲的 说为 五大类 苦 落 忧 习 舍 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 得到 真正的 解脱 就是 脱离 这五种 不正常的享受 恢复到 正受啊 那就对了 佛菩萨 帮助我们 我们要 依靠他 不依靠 诸佛菩萨 自己 想恢复 正常 不可能 所以 我们一定要 依靠 佛菩萨 的教会 他 实现 在 九法界 实现 在我们的世界 没有一样 不识 教导 我们 他 实现 在我们 这个世界 他 也是过 正常的生活 我们过的是 不正常的生活 细心去观察 认真 向他 学习 就对了 这样子 用 一般的 说 恢复我们 完全的 健康 现在 时间到了 我们就 讲到此地 就会 感谢 继续 学习 词 他们 来 词 词 词